嗨的大家好,我是小微智 這一集開箱日本Beans他們自己出的這個 椎型牛仔褲 那版型還蠻好看的,上寬下宅 然後很羞身 我自己穿的覺得效果很好 蠻推薦的 OK 那先講到外型設計的話 就是很舒服的 因為穿搭起來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 那在搭位上就很簡單 然後在隨起這個落色的這個設計上 也都表現得蠻好的 像是一些這些皺褶處啊 就做得還不錯 然後屁股後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個 藍色的Beans的這個步標 好,再來 好,給大家看一下細節部分 它有做那個 應該是有點像是鋁的材質的這個金屬扣 那這個也有做氧化的這種效果的處理 我覺得還OK 它這小小的細節部分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標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它這個 旁邊的這個金屬扣是泡光的 就是 那欣欣的感覺 就是蠻可惜的 如果整件做 做就完整一點的話 就是可能這些五金材料 選的一致一點的話會更棒 好 好 然後看一下你有拉鍊 但是 拉鍊還OK 好 嗯 啊不,OK個屁 給你們看一下 YKK的拉鍊 蠻好拉的 而且 那裡面這邊也有這種 色弱的反差感 還不錯 好 好 好 然後 這不知道怎麼講話 這邊有個小口袋 一樣喔 牛仔褲蠻經典的設計 好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版型 因為這是牛仔褲的話 它版型比起那個反折褲 這個是 算是 就是底下沒有做反折的設計 就是 呃 就一般順下來的設計 那 比起那種反折褲比較寬的 這 這個版型相對比較窄一點 所以在選尺寸的時候也在注意一下 然後 呃 我身上穿的這一件是 XL的 然後 它版型真的很修身 我覺得蠻棒的 給大家看一下 算還蠻不錯的 蠻推薦的 如果 你有在找牛仔褲 這一條一次 可以考慮看看 好 也是病史算長新款的 款式 然後 這部 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